首先的话双一两个螺丝 然后下面 你把下面这里也是两个螺丝 然后的话就可以一下 底下把这个 就会把这个面板拉下来 拉下来之后 然后的话两个排线 一根宽一点的 就卡在上面的按住 然后进行一拔就出来了 然后这个鞋是卡在里面的 然后这个的话也是卡在里面的 按一下 然后完美一拔就出来了 把这个上面的螺丝 都把它拆掉 能看到的螺丝都把它拆掉 然后反过来 然后这边 这边是卡在里面的 这边是卡在里面的 两个卡克 按一下 按一下就会把这个板子的外壳 拆下来 拆下来之后 这个也是有那个卡克的 卡在这个里面的 卡在卡克 按一下就可以了 把这个盒子拿下来 拿下来之后 我们再拆螺丝 把这里那边两个螺丝 这里应该三个螺丝 这三个螺丝 这是自攻的 这个是那个不是自攻的 然后的话就会把这个外壳 跟这个里面的内瓶 把它封离开了 封离开之后 然后把这个翻过来 翻过来之后 把先把这个排线 排线给它 给它拉下来 手法也是一样的 先把这个磕上来 然后再把这个排线 嗯 拿开 然后把这个螺丝 然后打掉 然后的话 这个瓶的自主的那种 那螺丝 这个螺丝 也是那种自攻丝 这些的小螺丝 这个也在 这个排线 给它打掉 这里还拿个盒子 就可以把这个内瓶拆出来 拆出来的话 我们这个触摸瓶就能把这个触摸瓶拉下来的 这个装的时候一定注意啊 这个排线啊 这个排线是在下面 压在这个下面的 在在在 内侧 内侧这一块 一定也不会装反了 这个是排线的 这个口子是手上面的 把它装进去 装进去之后 然后再把这个内瓶干 按这个上面有没有飞成啊 有没有那个 装进去啊 如果说有装进去的话 你给它做一下清洁 然后的话 再给它装上去 这里就两个螺丝 注意这里的话 不要把那个排线给它压在下面 一定有 把它装进去之后 然后把这个排线给它装上 给它查到位置后 然后再把这个按进去 这个也是一样的 一定给它装到位置后 然后再把这个 这个卡核给它压下来 这个排线也是一样的 然后这边把螺丝打好 这个是短螺丝啊 一定被伤了个长螺丝 不然把那个内瓶给顶快了 是短螺丝 然后的话 我们就把这个外盒拿出来 然后给它装上去 装的是一定卡的位 把它卡进去 卡进去之后再上螺丝 再卡进去之后 然后再看那个螺丝什么 有没有对待 螺丝和一定卡的位 卡在外来之后 我们再上螺丝 这位是个短螺丝 这位是个短螺丝 然后那边是两个字公司 出一页的 这位是个短螺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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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卡在外 然后再开它 放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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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最后把它装回去吧 装的时候把这个排线给它装进去 去把这个排线给它装到位 把这个宽一点的排线一定装到位 装好 把它固定位置 把它固定好之后 把这个排线给它固定在里面 把它卡到里面 一定卡到位 好 然后给它装上去 装上之之后 我们再打螺丝 打上 把下面也是给它螺丝 好 这我们抓了